软软地内吊桥 今年垂直吊索断裂 封闭维修 原地要在明年2月完工 但民众却发现 吊桥维修一直没有动静 相当困惑 跨越基隆河的软软地内吊桥 2009年启用 桥林有14年 塔高15公尺 桥长98公尺 去年10月 因为垂直吊索断裂 和底部严重袖石等问题 经过评估之后 市任府立即封闭 并发包修缮工作 不过市任府今年进行桥梁检测 却发现桥塔倾斜率达54分之一 向岸侧倾斜28.4公分 市任府立即办理桥塔扶证 及竹栏所更换 今年就是厂商要进场施工的时候 做施工前的一个详细的测量的时候 发现说店内吊桥的桥塔 主桥塔的部分有向那个桥 就是桥岸侧倾斜54度 54分之一度 那这个部分已经超过我们的桥梁的一个检测的安全规范之外 就是变成一个不安全的一个桥梁的一个吊桥的情形 那也怕说那个主栏所因为位移的关系 会有呈现变形的情况 所以我们紧急要进行这个桥梁的一个桥塔的一个 换那个桥塔的一个修缮跟那个主栏所的更换 记者黄壮明金融报道